哈喽大家好,我是焦东小娃 今天咱们过来修一个大的保鲜柜 这个保鲜柜用户说是刚买的新的 然后第一次用 第一次用一插电就跳闸了 开始用户以为是插座的问题 结果换了插座也不行 然后别的冰柜都是好好的 就这台冰柜一插电就跳闸了 遇到这种情况,咱们首先用万用表量一下冰柜的插头 看一下接地线和火线有没有短路的情况 现在是量灵火之间的组织 组织正常 再量一下地线和火线 组织也是特别小 跟灵火之间组织一样 说明地线和火线已经连到一块了 这样一旦插上电以后 220伏的电就倒到接地线上了 所以这个冰柜一插电就跳闸 因为这个冰柜是个新的第一次用 所以咱们首先 先要拆开冰柜的压缩机的接线柱 看一下接线柱有没有问题 这个冰柜的压缩机用的是东背的压缩机 型号是K270的 这个270的功率相当于万圣秋帝110的功率 制冷机是1341的制冷机 这个就是压缩机的接线盒 咱们现在就把接线盒打开 看一下压缩机有没有问题 现在接线盒让我打开了 压缩机的接线单子也让我拔下来了 然后量一下压缩机的三个接线柱子组织 然后对压缩机的外壳看看导不导通 如果导通了就说明压缩机的线包已经短路了 经过一番测量啊 压缩机的接线柱对外壳是不导通的 说明这个跳闸的问题与压缩机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我再次测量一下插头的组织 因为现在压缩机的插头是拔下来的 所以现在测量的话 如果没有短路的情况 那还是压缩机附近有问题 现在拔下来以后测量啊 一点问题没有也不短路 然后单独测压缩机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现在我就怀疑这台冰箱啊 是装配的时候 扣这个接线盒的时候啊 然后力度过大了 把压缩机的供电线碰到外壳上去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的蓝线 离压缩机最顶面的铁壳特别近的 如果扣线的时候扣不好 很容易碰到压缩机的外壳 现在不装外壳的情况下 用万用表测试插头 完全正常 接地和火线之间也没有问题了 然后现在我把插座 插到接线盘上 冰柜也不跳闸了 压缩机也正常启动 风扇也正常运转 工作了大约10分钟左右 冰箱里边开始制冷了 一切正常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厂家在装配的时候 接线盒扣得过紧 然后压缩机的供电线呢 没有捋好啊 所以就碰到压缩机的外壳上去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